地铁上 这个女人要被吃豆腐了 只见一个西装男走到她的身后 假装车内拥挤贴了上去 小花察觉到了这一切 她并没有选择沉默 抬起八厘米的高跟鞋 狠狠地踩了下去 只听西装男疼地大叫起来 地铁到站 小花警告西装男 来到公司 大山约小花中午一起去吃饭 正在两人有说有笑时 小帅刚好路过 盼着两人关系越走越近 她有些慌了 晚上小花在公司加班 小帅担心她顾不上吃饭 于是特意买了她喜欢吃的兰州拉面 等她来到公司 却发现大山已经节足先登 大山告诉小花 自己对她很有好感 询问小花有没有打算和自己交往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的小帅听见 面对大山突如其来的表白 小花说自己现在对她还不是很了解 希望能给她几天考虑的时间 这让一旁的小帅心里酸溜溜的 看到大山和小花走得太紧 小帅会上前拆散他们 中午外出吃饭 小帅也会故意跑来捣乱 大山生气地质问小帅 为什么反对自己和小花谈恋爱 小帅却只能说出一些很牵强的理由 他很能吃 脾气不好 花钱会大手大脚 是的 现在的小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 因为一切都是因他而改变的 为了追求小花 大山特意买了一辆自行车 每天晚上送他回家 这时大山的好兄弟铁柱刚好从超市出来 于是铁柱邀请他俩去自己的餐馆喝一杯 一进门小帅也在 原来铁柱是小帅的妹夫 兜兜转转几个人又聚在了一起 一边是自己的好兄弟 一边是曾经的妻子 小帅不敢想象 如果这两个人在一起会是怎样的场景